由于TikTek针对的是海外用户 所以不能让平台检测到我们是国内用户 千万不能插个国内手机卡 二下载之前有没有还原手机 不管是苹果机还是安卓机 下载前手机都需要还原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抹出之前的使用痕迹 三检查下手机的语言和地区设置 如果我们要刷美版的视频 肯定要把手机语言设置为英语 地区设置为美区 同理刷其他国家的 就设置成相对应的语言和地区就可以了 四检测一下网络环境是否模拟到海外 每次打开TikTek前需要检查网络的伪装度 Hornet伪装度超过90% 才可以打开TikTek5注册时 是否用邮箱注册 不要用国内邮箱或者海外手机号注册 推荐用谷歌邮箱注册 六注册时填写年龄是否大于18岁 美国对这一块监管很严 填写年龄一定要大于18岁 后面是无法修改的 如果被监管到会被限流 而且后期提取基金或者其他收益 必须要年满18周岁的 TikTek无法夹载视频解决方法 先卸在TikTek更换G点 然后再重新安装注册 也可以尝试多改变几个G点试试 还不行的话就需要重置手机 清除所有内容和设置 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再更换节点 重新下载注册 TikTek目前变现的方式也比较成熟 播放量补贴是比较好拿的一种 另外还有CPA 接广告 用金 直播打赏 短视频带货等 一款名为TikTek的应用程序 以上价到微软商店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它并不是微软昨天在 Windows 11发布会上演示的 安卓版TikTek 它只是TikTek的PWA版应用 渐进是Web应用程序 看来TikTek非常善于蹭热点 软餐访问微软商店链接看到 这款PWA应用并未向 中国内地用户开放下载 这和TikTek的安卓版一样 国内依旧需要找梯子 大家 彼此后 我未经许的 水果